各位兄弟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1年 驻的会计是会计基础班的内容 那么从现在开始 我们讲例7-11 这是资产组减值 而且涉及到了我们所说的 二次分摊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 他说XYZ公司有一条假生产线 该生产线生产光学器材 由ABC三部机器组成 你要问我ABC 每一项机器叫单项资产 成本分别是四十万六十万一百万 这个成本是账面价值 不是成本指的是原值 使用年限为十年 预计净餐值为零 以年限平均法计题得救 他说的很清楚 各机器居无法单独产生现金流量 但整条生产线构成完整的产销单元 属于一个资产组 貌似我应该把A加B加C 总的账面价值求出来 把总的可说一经的求助 把总的减值求助 在ABC之间进行分摊 对不对 对 他说2015年 假生产线所生产的光学产品 有替代产品商市 到年底 导致公司光学产品的销入锐减40% 他明确告诉你出现减值迹象 因此对假生产线进行减值测试 2015年12月31日 ABC三部机器的账面价值 分别是20万 30万和我们所说的50万 你看他的原值给他40 60还有多少 100 然后账面价值是20 30 50 我当然要用账面价值 什么都先不说 我先把机器ABC的账面价值 给他写在这 20 30 50 20加30 加50 加起来不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100的账面价值吗 将来机器A要分担的比例 就是20除100 得20% 机器B要分担的比例是30除100 得30% 机器C是50除100 得50% 不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吗 然后咱接着往下看 他说估计A机器的公允价值 减处置费合的金额为15万 慢点 他在告诉你什么 A的账面价值是20万 而A的公允价值 减处置费合的金额 也就是可收回金额15万 说明A机器只能停单5万的减值 再多的减值 A不要 将来你总简直要分给A的减值准备 要多于5万 多的那块你拿走 你是在B和C之间进行二次分摊 BC机器都无法合理估计 其供允价值兼处置费合的金额 以及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说清楚了吧 他说整条生产线预计上和使用5年 慢点 上和使用5年 你原来是10年 原值分别40、60、100 然后现在变成20、30、50 不正好一半 说明你已经用了5年 还能再用5年 经估计其未来5年的限金流量 及恰当的折限率 慢点说 这个整条生产线叫啥叫资产组呀 资产组的未来现金流量限值是60万 由于公司无法合理估计 整条生产线的供允价值兼处置费合的金额 结论是什么 我就以这条生产线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作为可收回金额 总的账面价值有了 总的可收回金额有了是60 您能不能给我算出总减值是多少 总账面是100 总可收回金额是60 总减值不就是40吗 如果这40万里边 这个资产组里边要有商誉 是不是这40万先优先由商誉来背 商誉背不动的 才按比例分给机械ABC 对不对 那么现在按照他描述的这道题里边有商誉吗 没有 那咱只能让ABC来背 但你脑瓜子里边一定要绷紧一根仙 A能背的减值最多最多是5万 好了 我们减值损失的分摊比例 不就用各自的账面价值除以总的账面价值 算出20% 30% 50%吗 对呀 那我这40万的总减值是不是就按 20% 30% 50%去进行分摊 对 40万乘以20%得几万 8万 错了 咋错了 因为机器A能分摊的减值只有5万 多余那3万他不要 那多余3万不要 是不是多余那3万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什么 上位分摊的减值损失 对不对 对 那么A只要了5万 那B和C没什么特殊的 40万乘以30%得12万 40万乘以50%得20万 你有没有发现 5万加上12万得17 17加20才得37 为啥得37 一共减值40万 您不等于有3万 A不要 您分摊现在的减值是37 您上位分摊的减值不还有3万吗 对 将来上位分摊的减值还能分给A吗 不能了 只能在B和C之间进行二次分摊 先别着急二次分摊 我先问你一件事 在你经过第一次减值之后 你分摊后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还是最初的原账面价值203050吗 不对 我新的账面价值就应该用原账面价值减去你第一次分摊的减值 对不对 对 那么20减去5万得到分摊后的账面价值是5万 30减12万得到分摊后的账面价值18万 50减去20得到分摊后的账面价值30万 这仨数你服气吗 服气 好了 这是第一次分摊后的账面价值 那第一次分摊后的账面价值算出来 接下来咱们是不是该二次分摊了 对 这个3万我只能在B和C之间进行分摊 还能分给A吗 就因为A当时不要才甩给B和C的 当然不能再分摊给A 那B和C的账面价值怎么算呀 那肯定得算账面价值比例 到底用原账面价值呢 还是用第一次分摊后的账面价值呢 均可 啥叫均可 您这两种方法算出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比如说G7B是30 G7C是50 将来我可以是30加50分之多少 30能算出来这37.5% 我G7C就可以是30加50分之50 也能算出62.5% 还可以用什么 还可以用一次分摊之后 B和C的账面价值 也就是30加18分之多少 是分之18 还有一个30加18分之30 如果你去算 也会得到37.5% 跟62.5% 你用哪个算 无所谓 将来我3万乘以37.5% 得到的就是11250 我3万乘以62.5% 得到的是18750 到现在为止 我能再问你一句话吗 G7A进行了几次分摊 一次 它只承担了5万的减值 而G7B和G7C可进行了两次分摊 您能告诉我 那两次分摊的总减值是多少吗 可以啊 第一次分摊的减值是12万 第二次分摊的减值是11250 这俩加起来就是两次分摊的总减值131250 同理 G7C第一次分摊的减值20 第二次分摊的减值18750 加起来就是218750 如果再把G7A那分摊的那5万的减值给它写在这儿 您这一仨总减值正好是40万 我用了两次很费力的把这40万减值分给了ABC 这么说你服气吧 那最后我能善意的问大家一下吗 有了每一个资产分摊的总减值可以做分路吗 可以 那就是相当于是固定资产减值减值准备G7A是5啊 而G7B是两次分摊的总减值131250 G7C是两次分摊的总减值218750 其实没有必要那么复杂 借方写个资产减值随时40万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教材非得写这么复杂 你知道就可以 我能最后问大家一句话吗 我就想知道二次分摊以后 你真真正正的账面价值还剩多少 你真真正正的账面价值 G7A原来账面价值是20万 只是分摊了一次减值5万 它的分摊后的账面价值是15万 而G7B是经过了两次分摊 你可以用第一次分摊后的账面价值18万 减去第二次分摊的减值11250 得到168750 您还可以用最初最初的账面价值30 减第一次分摊的减值12万 减第二次分摊的减值11250 也能得到186750 机器C同理就不再说了 将来您不是说整条生产线预计上科使用5年吗 将来你确定了二次分摊后的减值 我要再问你机器A提多少折旧 你就应该用15万 假设残值为0 除以上科使用5年 G7B提的减值是168750 155除以上科使用年限5年 G7C也一样 是用具体减值后的账面价值 作为新的原值 在上科使用年限内提减值 这些都是后话 我们不再说了 这块内容的注释 我都给你口述了 会把分路写出来 没了 例7-11就这么多内容 那么下边我们看标题3 总部资产的减值测试 什么叫总部资产 所谓的总部资产 就是我经常所说的 封王 蚁王 他干活吗 不干活 他产生现金流入 不产生 但是没他还不行 因为他是精神领袖 所以第一个 总部资产的显著特征 你想象 蚁王蚁王 他难以脱离其他资产 或资产组 来产生独立的现金流入 精神领袖用干活吗 不用 而且其账面价值 难以完全归属于 某一个什么资产组 比如说 某集团或事业部的办公楼 他本身产生现金流入吗 不产生 但是你没他还不行 包括电子数据处理设备 包括研发中心等等 这些都叫总部资产 他难以独立存活 他需要可别人像下边的蜜蜂呀 蚂蚁养活他 他才能活着 这叫总部资产 那么第二个就在告诉你 总部资产 蜂王蚁王 通常难以单独进行建制测试 凭什么 因为他没有现金流量 他需要结合其他相关资产组 或资产组组合进行 啥叫资产组组合 听好了 只有一项资产的叫单项资产 好几项资产组合在一起的叫资产组 好几个资产组组合在一起的叫资产组组合 他也是最小的资产组组合 那么资产组组合里边 我们包括分摊的总部什么资产 你的蜂王蚁王归哪一波蜜蜂 归哪一波蚂蚁 你总得把它分摊下去吧 是这个意思 那么第三个来了 什么来了 就是企业对某一资产组进行简值测试 单纯的有前面的机器A机器B机器C 我们会测试 但我现在怕怕什么 如果你还存在着跟某一个资产组相关的总部资产 那我应该怎么办 实际我会对你进行灵魂拷问 您这个相关的总部资产 能不能按照合理和一致的基础分摊至该资产组 那结果肯定有两个答案 一个是能分摊 一个是不能分摊 那好 有人说啥叫能分摊 啥叫不能分摊 你不用理他 考试师他会告诉你 那么所以我们看第一个 对相关总部资产 能够按照合理和一致的基础分摊至该资产组的部分 我们应当将该部分总部资产的账面价值分摊至该资产组 那么将来资产组的账面价值既包括它本身的账面价值 也包括分摊来的总部资产的账面价值 这就是我经常把它说成A加分摊B加分摊C加分摊的道理 有了这个账面价值 我们再跟谁去比 再跟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去比 有人说老师不对 你的账面价值既包括资产组的 也包括分摊的总部资产 可是你可收回金额不是只有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你这俩口径不一致怎么比 你糊涂了 前边明确的告诉你资产组当中的总部资产 难以单独进行测试 因为它难以单独产生现金流入 它就没有现金流入 所以我们可收回金额这只有谁啊 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但是账面价值是资产组本身的账面价值 加上分摊的总部资产的账面价值 将来这俩去PK 如果账面价值大 那我发生了减值 我就正常的提减值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 能够按照合理一致的基础分摊的总部资产 那么第二个 另外一种情况 如果我资产组当中的总部资产 难以按照合理和一致的基础分摊制资产组 结论是什么 三个字 送你三个字靠边站 您不是总部资产难以分摊吗 您不是不合群吗 那好 我把能分摊的总部资产 我把资产组热祸超天的先提一轮减值 提一轮减值之后 我是不是就得到第一次提减值之后的每一项资产组 包括能分摊的总部资产的账面价值 对不对 对 那么将来我第二次才会把你不合群的这个总部资产放在里边 把你整个的叫做是一个资产组组合 我再提减值 是正的道理 其他的我先不说 首先 在不考虑相关总部资产的情况下 为啥不考虑你 能分摊的一定是要考虑的 您这个总部资产是不能分摊的 对不起 你靠边站 先给我在旁边站着 我不考虑你 我就是拿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跟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取PK 正常该提减值起减值 是不是我们能分摊的总部资产 和各个资产组已经提完了一轮减值了 对 我把提完一轮减值之后的 所有资产组 包括能分摊的总部资产 算出一个提完一轮之后的账面价值 结束了 没有 您别忘了 旁边还有一个不合群的总部资产呢 这一回 我再把不能分摊的总部资产 它的账面价值也放在里边 那是不是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账面价值 对 这个账面价值就是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 你看 有若干个资产组和能分摊的总部资产 和不能分摊的总部资产 构成的不就叫资产组组合吗 那么我再是正常的提减值 减值了我就提 没减值我就不提 它是正个道理 所以能分摊的直接分摊也去提减值 不能分摊的 你现在旁边口边站 人家提一轮之后再把你拿进来 是正个道理 有人说老师我没听懂 你有没有发现我今年讲2021年的会计 我尽可能的先把思路给你建起来 然后我再去讲细节 这样你不会觉得我乌鲁鲁鲁直接把例题讲完了 你也没明白什么意思 那么最后正常的该提减值提减值就不说了 那下边我们看例7-12 这是总部资产的减值 他说ABC高科技企业拥有ABC三个资产组 在2050年末 这三个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分别是200 300 400 他告诉你没有商誉 凭啥呀 很简单 如果你有商誉 是不是总简直要先欺负商誉 让商誉被背不下的 才能由各个资产组去分摊 对不对 人家现在告诉你没有商誉 一下就简单了 这三个资产组为三条生产线 预计剩余使用寿命分别为10年20年20年 坏菜了 我们前面讲单项资产 只有一项不用说 我们前面讲资产组 告诉你总的寿命都是10年 上科使用寿命都是5年相等的 而现在这三项资产组的预计 使用寿命是10年20年20年不相等 你能直接分摊吗 不能 怎么办 加权平均 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 他说由于ABC公司的竞争对手 通过技术创新推出了更新技术含量的产品 并且受到市场欢迎 从而对ABC公司产品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 为此ABC公司于20某年末对各资产组进行简值测试 在对资产组进行简值测试时 首先应当认定与相关资产有关的总部资产 ABC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由总部负责 总部资产包括一栋办公大楼和一个研发中心 其中办公大楼的账面价值是300 研发中心的账面价值100 那谁能分摊呀 不知道 看题目要求 他说办公大楼的账面价值 可以在合理和一致的基础上 分摊至各资产组 慢点 办公大楼这300万是可以分摊的 但是研发中心的账面价值难以在合理一致的基础上 分摊至各相关资产组 貌似研发中心这个不能分摊 第一次我是不是让他靠边站 对 那我想问你 把这办公大楼的账面价值要进行分摊 是按什么比例分摊 很简单 你要分摊给资产组ABC 就按照资产组ABC 各自的账面价值比例去分摊 只不过因为这三个资产组 剩余使用寿命不相同 在你分摊之前貌似还有一个小插曲 我们看看怎么分摊 首先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资产组ABC分别是200 300 400 加起来是900 听好了 我多说一句话 如果各个资产组的剩余使用寿命相同 那你就应该是200除以900 300除以900 400除以900 算出你各自应该分摊的什么比例 你也说是假如 你也说是如果 现在不相同 对不起 不能直接用200除以900 300除以900 400除以900 那应该怎么办 我要算出一个不伦不类的账面价值 各资产组的剩余使用寿命 不是分别是10年20年20年吗 对 其中我要算出一个不伦不类的账面价值 我是把年限最短的 我说的很清楚 把年限最短的定义为1 10年不是最短的吗 然后用其他年限分别除以最短的年限 得到的数字是不是分别是2 对 那就得到了我们三个权中122 然后怎么着 用买一个资产组真正的账面价值 乘以权中 得到一个不伦不类的账面价值 这个不伦不类的账面价值 叫加权计算后的账面价值 它是你真正的账面价值吗 不是 我真正的账面价值就是200300400 然后B是用300乘以2得到600 C是用400乘以2得到800 200加600加800加起来是多少 1600 然后用200除以1600 得到12.5% 然后600除以1600得到37.5% 然后800除以1600得到50% 是不是总的比例100% 对 只要算出来分摊的比例 前边第二行第三行第四行的数字 就再也没有用了 你不用再给我考虑加权计算后的账面价值 因为它是我人为的算出来的不伦不类的账面价值 我真真正正的账面价值依然是200300400 所以中间这块什么用都没用 然后我们是不是要把办公大楼给它进行分摊呀 那办公大楼的账面价值300 300乘以12.5% 得37.5% 300乘以37.5%得112.5% 300乘以50%得150 是不是我就把办公大楼分下去了 对 那既然分摊后的办公大楼每个数值有了 我是不是将来可以计算出各资产组账面价值加上分摊的办公大楼呀 对呀 A加分摊 是怎么算的 很简单 用资产组A真真正正的账面价值200加上37.5%得到237.5% 资产组B加分摊是300真真正正的账面价值加上112.5%得到412.5% 资产组C真真正正的价值400%加上分摊的账面价值150%得到550% 所以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A加分摊B加分摊C加什么分摊 将来我是拿着A加分摊C加分摊是跟ABC各自的可收回金额去比 所以我在这儿先给你把A加分摊B加分摊C加分摊写在这儿 A加分摊A的账面价值是200% 我分摊的半公大楼是37.5%加起是237.5% 而B加分摊真正的账面价值300% 而分摊的半公大楼112.5%加起是412.5% C加分摊我账面价值真正是400% 分摊的半公大楼150%加起是550% 是不是这是A加分摊B加分摊C加分摊的账面价值 对 跟资产组各自的可收回金额去比 因为总部资产不产生现金流入 你A加分摊的可收回金额就是资产组A的可收回金额 其余的依次累退 那可收回金额我们如何确定 接着往下看 他是不是在这儿给了你一个表七纲六 各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计算表呀 对 因为他没给供应价值兼处置费用 我只能把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理解为是什么 理解为是可收回金额 资产组A不是一共能使用10年吗 而资产组B和C不是一共能使20年吗 买一种资产组都有一个可收回金额 398 328 542 398 328 542 把这些数写在这儿 那写完了之后 你A加分摊的账面价值是237.5 而你可收回金额398 你A加分摊根本没有产生贬值 而B加分摊呢 B加分摊的账面价值412.5 可收回金额328 不是产生了84.5的总减值吗 C加分摊账面价值550 而可收回金额是542 不也产生了8万的减值吗 这84.5万的减值全是让资产组B去分摊吗 绝不是 这84.5要分给资产组B一部分 还要分摊给办公大楼一部分 同理 这8万要分摊给资产组C一部分 分摊给办公大楼一部分 你没发现吗 只要你A加分摊 B加分摊 C加分摊有减值 办公大楼就能分他一部分减值 将来我把每一部分办公大楼的减值 给他合在一起 就是办公大楼的总减值 那我得按比例分摊呀 那么将来这84.5对资产组B来说 你资产组B的价值不是300吗 而总金额是412.5 那就是412.5分之300 而办公大楼要分摊的 就是84.5乘以412.5分之112.5 对不对 然后资产组C要分摊的 账面价值400总和550 那就是8乘以550分之400 而办公大楼呢 就是8乘以550分之150 不就分割开了吗 将来资产组B的减值是61.45 而在B加分摊里边 办公大楼分得23.05 而C加分摊里边 资产组C分得减值6万 办公大楼分得减值2万 你说啥 这办公大楼 这儿不有一个减值23.05 来自于B加分摊 这儿有个2万的减值 来自于C加分摊 那办公大楼分摊的 总减值不是25.05吗 对 是不是到现在为止 我第一轮减值已经提完了 对 那么资产组ABC 减值G提前的账面价值是200 300 400 办公大楼的账面价值是300 对不对 对 因为A加分摊没有减值 也不可能分给资产组A 所以他G提减值后的账面价值 依然是200 而B加分摊 分给资产组B的减值是61.45 G提减值后的账面价值238.55 而资产组C400减值分摊给他的减值是6 得到394 办公大楼 办公大楼一部分简值来自于B加分摊是23.05 一部分来自于C加分摊的简值2万是25.05 300减25.05 是不是得到274.95 对 到这为止 我第一轮简值已经热火朝天的提盘了 您忘了一件事 旁边还站着一个研发中心 研发中心参加没参加第一轮的减值的G提 没有 所以在这儿 研发中心G提减值前的账面价值是100 G提减值后的账面价值也是100 你看 如果我把这些都加在一起 算出的总金额是1 207.5 里边既包含三个资产组 也包含两个总部资产 是不是我可以把这1207.5 给它理解为是资产组合的账面价值 它既然叫资产组合的账面价值 我当然要跟资产组合的可收回金额去PK呀 那么资产组合的账面价值是1207.5 我们看看资产组合的可收回金额 所有的你都说了 这资产组合是不是就是ABC公司呀 对 他每一年也会有一个未来现金流量 最后他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是1440 而这个1440就是他的什么可收回金额 你资产组合的账面价值是1207.5 而你的可收回金额1440 说明资产组合减值了吗 没有 没有减值 我们不必再进一步确定减值损失 到这儿 这道题就讲完了 总部资产减值就是这么一个题 那么这道题我就给大家说到这儿 那下边我们看第五节 商誉减值测试与处理 先看第一个标题 商誉减值测试的基本要求 不知道您还记得不记得一句话 有三种情况 每年无论是否出现减值迹象 我们都必须进行减值测试 有什么来遮 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尚未达到预定用途的无形资产 这三种情况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每年必须进行减值测试 对不对 这是必考的一个知识点 第一个 第二 商誉跟总部资产有异曲通工之妙 虽然它是一种口碑 一种品牌 但是它难以独立的产生现金流量 所以我们通常会把商誉 结合着相关的资产组 或资产组组合来进行测试 换句话说 商誉跟总部资产一样 你能不能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不能 这是第二句话 我就说到这 那么下边标题二 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与会计处理 在这儿我会分成两种情况来说 一个叫吸收合并 二 吞小 把小的灭了 只剩一个更强大的我 那只有几个企业 一个 此时商誉会反映在我的个别财务报表中 而如果另外一种情况叫控股合并 什么叫控股合并 我在 你也在 只是我买了你较多的股权能达到控制 如果我花的钱 跟您购买日可辨认净资产供允价值的份额去比 我花的钱多 自然也会出现商誉 只不过控股合并的商誉 您还记得不记得 它平时默默的含在长期股权投资里边 你根本看不见 你什么时才能看见这商誉 非常简单 你在合并报表做抵消的时候 才能自动把商誉让它浮出水面 所以吸收合并指的是个表 而控股合并指的是合并报表 那么在这有几句话 我必须先给大家说一下 你听好了 我们将来对买一个资产组 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测试的时候 你要想清楚 它实际上 首先我们会分为两大阵营 哪两大阵营 第一阵营 就是我们红口白牙告诉你的什么 而第二阵营 才是除商誉之外的 所以我们习惯上把它称之为是 可编认的资产和负债 为啥把它叫可编认 商誉是不可编认的 除了不可编认的 剩下不就是可编认的资产和负债吗 对 将来如果 我认为 比如说敌人从这边攻略 永远记住 商誉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炮灰 在前边 我已经不止一次的给大家提到了 你想一个道理 如果有简直是先让商誉全额背负 商誉背不动的 才按比例分摊给其他资产 这话你服气吗 对 比如说敌人从这攻进来 那我会先把这个商誉给全灭了 只有商誉全军覆没之后 我第二阵营才可能发生 简直 我第二阵营才可能发生简直 那么比如说你商誉是一百万 而敌人攻进来 你发生了简直八十万 那商誉阵亡八十 商誉不还有二十的账面价值在那 亦然耸立吗 对 此时第一阵营商誉损失了八十 第二阵营受伤了吗 没有 所以我为什么说商誉是炮灰 因为它是不可编认的 有简直 我当然先让商誉给它背上 那么在这儿 我们企业会计准则是这样说的 首先对不包含商誉 慢点 要不包含商誉是专门针对于是第二阵营 这么说你服气吧 是第二阵营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进行简直测试 计算可收回金额跟相应的账面价值比较 确定简直损失 慢点 它这是虚谎一项 什么叫虚谎一项 就是如果我只对第二阵营 也就是除了商誉以外的可编认资产负债计体简直 如果第二阵营 如果真的计体简直了 那是不是有一句前台词 就是商誉已经全军覆没了 对 所以其实首先的第一步 它是在判断 商誉是不是发生了简直 所以它在这儿是要判断商誉是不是发生简直 只要你第二阵营体简直 默认为第一阵营商誉发生了简直 那么第二步 再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合 资产组合进行什么测试 那要包含商誉 它是不是一二阵营加在一起啊 对 把一二阵营的东西加在一起 算出一个总账面价值 包含各自资产组 包含商誉的账面价值 跟可收费金额去比 跟谁的可收费金额去比 是跟资产组和资产组合的可收费金额 有人说可收费金额里边咋不含商誉 你又糊涂了 总部资产是难以产生独立的现金流入 商誉也难以产生独立的现金流入 你只能跟各资产组 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费金额去比 算出一个总减值 有减值之后 先全额分摊给商誉 商誉背不下的 剩下的才按比例 分摊给各项单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这就是规矩 先判断第二阵营有没有损伤 第二阵营要没损伤 商誉挡得住 比如说有几种极端情况 就是商誉损失了一部分 还没有全军阵亡 商誉可能正好全军阵亡了 把敌人挡住了 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但如果第二阵营有损失 那好 对不起 此时此刻 我要把一二阵营的总的账面价值加在一起 跟总的可收回金额去PK 算出总的减值 先让商誉全额背 商誉背不动的 我按比例分摊给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就可以了 只不过在这儿 我提示大家两句话 在对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 或资产组组合进行测试的时候 可收回金额的预计 包括了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商誉账面价值的部分 也就说啥意思呢 我现在不是说第一阵营是商誉吗 对 那假如说 您的持股比例是80% 那我可以不可以认为 第一阵营当中的商誉 80%归你母公司所有 20%是不是归少数股东所有 对 将来你要上场 我管你持股比例多少 你商誉都要摆在第一阵营 都当炮灰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 为了使减值测试建立在一致的基础上 且应当调整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将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商誉包含在内 根据调整后的资产组账面价值 与可收回金额去进行对比 咋对比 你不用管他 我后边回你讲 第二 应当将商誉减值损失 在可归属于母公司和少数股东权益之间 比例分配 以确定归属于母公司的商誉减值 反映在合并报表当中 对吧 举个例子 假如说 我把第一阵营商誉 再给你重新画一下 是不是剩下的是第二阵营 就是我们所说的可辨认的资产的阵营 对 如果你是控股合并 是不是你假持有以百分之八十的股权 这么说没问题吧 少数股东持有百分之二十啊 在第一阵营里边 比如说 有你的商誉 假如说八十万 有少数股东的商誉 二十万 那如果 我现在非常明确的告诉你 我一共减值了多少 六十万 那第一阵营挡得住 挡得住 我一共减值 六十万 你也不能紧着我一人坑呀 在第一阵营里边 有我派出去的八十万大军 有少数股东派出去的二十万大军 将来归属于我假的减值 只是六十万当中的百分之八十 我只负担四十八万的商誉减值 那有人说那六十万的百分之二十 那是少数股东该背的 我不管 这块理论 我就给大家说完了 因为后边还有举例 所以这一讲 我稍微讲的少一点 那这一讲 我就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